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丝将其称作为地表最强神作 这是一点都不夸张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先来过一遍故事吧 1988年 一场原因不明的爆炸将东京移为平地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31年后 人们从废墟上重建了新东京 奥运会开幕在即 城市一片繁荣 但在这看似繁华的背后却暗藏危机 一面是外部的混乱 失业工人聚重闹事 反政府组织煽风点火 另一面是财政赤字严重 政党危机一触即发 同时 军方阿基拉实验遭到质疑 委员会内部分歧严重 总之 新东京早已乱成一团 前情提要到此结束 下面正式进入主题 2019年的一个夜晚 混乱的街道上 警方正在追捕两个人 随着一声枪响 逃跑的男人应声倒地 一旁的小男孩露出真容 他长着一张老人的脸 男人临死前 让小男孩去找一个叫阿龙的人 随后他就被扫射了 小男孩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了 他的能力突然暴走 最后凭空消失了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在郊外的高速路上 暴走族们正在飙车 领头的少年名叫金田 他的好友是铁熊 两个人都是高中生 此时 他们正驾驶着机车 跟小丑党在飙车 警察的出现打断了他们 见形式不妙 小丑党直接跑路了 铁熊有些不甘心 于是追了上去 谁知刚刚消失的男孩 突然出现在前面的路上 铁熊为了躲避他紧急刹车 结果机车爆了 他身受重伤 就在众人尚未反应之际 一伙人从天而降 把铁熊和男孩都带走了 原来军方正在进行一项 名为阿基拉的超能人类研究 古怪的小男孩 正是26号实验体 铁熊被他意外激发了阿基拉能量 成为了军方的实验对象 看到铁熊的波纹之后 博士一脸兴奋 他提出要给铁熊使用七级药物 此时上校发出了灵魂拷问 如果铁熊拥有了阿基拉的能力 我们还能控制他吗 上校在这里说出了 本作的核心话题 人类是否应该追求 超越自身的庞大力量呢 当铁熊被关在实验室的时候 金田和一些反政府组织的成员 也被警察带走了 审问期间 金田对一个名叫阿婷的女孩 产生好感 优势警方放了她 女孩是反政府组织的人 似乎跟阿龙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这边铁熊逃回了学校 他找到了女友香芝 告诉他自己脑子被改造过了 他偷了金田的车 载着香芝外出 却在路上被小丑挡盯上 并遭遇了围攻 关键时刻 金田带人赶到 虽然铁熊获救了 但他并不开心 因为他无法容忍 又被救了这件事 谁知变故途生 铁熊觉得头疼欲裂 有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紧接着 他出现了可怕的幻觉 闻讯而来的军方 再次带走了他 故事进展到这里 阿基拉背后的秘密 才渐渐露出真面目 名叫青子的女孩 是阿基拉项目中的实验体 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他告诉上校 阿基拉将再度出现 一切都会被毁灭 而关键就在铁熊身上 上校得知后非常紧张 决定立即抓捕铁熊 前往秘密基地的路上 科学家和上校说起了往事 比起科学家 对力量的痴迷和向往 上校更担心 悲剧会再次重演 虽然他并不喜欢这座城市 认为人们都是一群 纵情声色的蠢才 但他坚守一个军人的指责 还是要保护这座城市 没过多久 上校一行人 找到了阿基拉实验的旧址 这就是潘多拉魔河 打开的地方 另一边 大家被铁熊的视角的心神不宁 也没什么心思玩 一群人闲逛时 居然又碰见了一起爆炸 今天在人群中瞥见了阿婷 于是追了上去 他并不知道 阿婷是反政府武装的人 这些人正打算 潜入研究所寻找证据 之前的那个老男孩 就是他们从研究所带出来的 而铁熊的幻觉越来越严重了 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三个孩子本想控制他 结果失败了 铁熊再度出逃 这次军方的人根本拦不住他 发现自己变强的铁熊 一路大开杀戒 沉醉于力量带来的快感 另一边 金田带着阿婷 在青子的指引下 也来到了中树中心 两个少年终于见了面 铁熊开始炫耀自己的力量 并表示再也不需要今天的帮助 随着能力暴涨 铁熊逐渐膨胀 他想找到传说中的神之力 阿基拉取而代之 读取了青子的记忆后 铁熊前往奥林匹克体育馆 打算寻找阿基拉 他砸毁了长区的酒吧 杀死了老板和朋友 甚至还和军队展开了一场 压倒性的战斗 看到这超乎寻常的力量 人们陷入了狂热的崇拜 认为铁熊就是光明之主阿基拉 伴随着政变和内讧 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 得意洋洋的铁熊 随意使用着力量 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体育馆 亲子控制了阿婷 试图劝说对方 不要再滥用这种强大的能量 铁熊意识到是那些孩子在捣鬼 于是生气地炸毁了场馆 随着场馆坍塌 一个球体缓缓升起 28号阿基拉的秘密被公之欲众 一番混战后 铁熊获得了胜利 他兴奋地打开了那个圆球 却只看到了一堆液体 上校这才解释说 其实阿基拉早就死了 只剩下这一堆瓶瓶罐罐 当时人们穷尽研究 却还是无法揭开阿基拉身上的秘密 于是便将它密封起来 打算等未来时机成熟再度展开研究 这堆液体残还正是阿基拉的本体 但铁熊并不打算投降 今天赶来劝说它 却被一顿奚落 今天嘲笑它在废墟上称王称霸 被触怒的铁熊开始疯狂攻击今天 两人打了起来 打斗的过程中 铁熊被军方的激光武器击中 失去了一条手臂 他怒气冲冲地进入太空 报复性地炸毁了那庞大的武器 无意中也救了今天他们 更令人意外的是 铁熊的伤口上 居然长出了一条新的手臂 原来他体内的强大力量 终于被彻底唤醒 见此状况的科学家兴奋不已 他感觉马上就要揭开 人性本身和宇宙真剑的秘密了 混战告一段落 而今天并不想放弃朋友 相知也找上了铁熊 但此时的铁熊已经逐渐开始失控了 他根本无法控制这种被唤醒的力量 随着力量暴走 铁熊的身体不断扭曲变形 他膨胀成了一个怪物 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 这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最终铁熊彻底变成了一个肉扇大魔王 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吞噬了周围的一切 甚至杀死了女友相知 在一切即将失控的时候 一个瘦弱的小男孩出现了 他就是真正的阿基拉 阿基拉是被三个孩子叫来的 他们想请阿基拉把铁熊带走 巨大的光芒降临在体育场 缓缓吞噬着这个残破不堪的世界 吞噬着变成怪物的铁熊 即便到了这个地步 金田还是不忍放弃朋友 他也被卷入了光圈 而那三个孩子 为了将金田救出来 也一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在刺眼亮白的梦中 铁熊似乎回到了 以前无忧无虑的时候 曾经的记忆走马灯一样闪过 金田看到了好友曾经的回忆 也看到了那些被实验的孩子们 甚至还有曾经的阿基拉 通过金子的口述 金田这才知道关于一切的真相 从梦境回到现实中 东京又在一场爆炸中化为废墟 强大的阿基拉之力吞噬了一切 也许这就是宇宙诞生的力量 当一切恢复平静之时 铁熊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也许会飞烟灭了 也许是跟着阿基拉去了宇宙 也许是融入了更高形态的文明 阳光穿透晨雾 再次降临被黑暗笼罩的城市 金田又骑上了他那辆红色的机车 突然一个声音说道 相信第一次看阿基拉的观众 肯定是一脸懵逼 因为他实在是太特别了 要素过多 以至于一遍根本抓不住所有的细节 即便作为日式赛博朋克的鼻祖 阿基拉也算这类作品中的一个异类了 这部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 改编自大友克洋代表作 曾被评选为世界影史二十部最佳科幻片之一 也是其中的唯一一部动画片 他的思想性源源领先于那个时代 后来的公俏 伊瓦 黑客帝国等作品都深受其影响 当年这部片子正是耗费剧资 比如那超过十亿日元的制作费 高达十五万张的赛路录片 两千多张电影分镜 全是大友克洋亲笔画的哦 三百多种颜色 动画的每一帧色彩和细节都令人惊叹 导演将自己对人性的思考融入到每个画面之中 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照射在不同的阶层的人脸上 投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欲望 软弱无能的政客们 寻求存在感的年轻人 被科技渗透的社会 所有的一切仿佛是一张大网 将所有人笼罩起来 人们被资本控制 沉醉消费主义的浮华 被困于霓虹编织的陷阱 随着欲望膨胀成了无底洞 直到救赎以灾难为代价 再次降临 小节完毕 让我们看看这个神作 到底有哪些惊人的预言吧 首先就是关于奥运会的预言 这简直是绝望 阿基拉是1988年拍的 动画里一开始就说了 2020年 东京将举办第二次奥运会 现实中 日本明年的确要举办奥运会 这个三十多年前的预言 马上就要实现了 其次 东京在这部动画里 被诈评了两次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日本前些年发生的福岛事件 就是一起类似的灾祸 人类对何能的使用上 跟阿基拉是多么的相似啊 还有动画的开头 电视正在播放新闻 因为总理税制改革失败 导致事业工人暴动 这让人联想起了 日本近年来调高消费税的举动 也是引发了诸多不满 说完预言 我们再来看看 片子中的一些细节 一 铁人28号 大友柯阳在创作角色时 参考了横山光辉的铁人28号 两位主角 金田正太郎和 辅导铁熊的名字 就是来自这部作品 金田就是驾驶机器人的 同名主角 铁熊则是科学家 辅导博士的儿子 辅导铁熊 而阿基拉作为实验体 他的编号 正是铁人28号的 28 这也代表了一种终极的力量 二 红色机车 金田的红色机车 可以说是每个少年的梦想了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 斯皮尔伯格还在 头号玩家中 致敬了这辆红色机车 周董也拥有一辆类似的车 他甚至还原了 那个经典的画面 在2012年 大友柯阳举办的 大型原画展上 由死忠粉 自制了一台红色机车 前来支持 这辆红色机车 作为整部作品世界观的重要代表 从头到尾贯穿了始终 那一抹亮眼的红色 既是少年们追寻存在和意义的象征 也是涅槃重生的希望所在 三 迷茫的反叛者 动画对阿龙的琢磨并不多 但人物刻画却意外的细腻 他曾两次试图带走实验体 力图向民众揭发军方的黑幕 这个看似勇士的反叛者 最后却被支持他的政客所杀死 他在绝望中强称身体想要走向光明 然而出现在前面的 却是因阿基拉降临而陷入疯狂的游行者 这一幕讽气意味十足 四 奥林匹克王座 影片中有段耐人寻味的场景 当相知寻找铁熊时 他经过了王座 当时座位是空的 暗示了神的缺席 导致这座城市的混乱 走投无路的人们 祈求阿基拉的降临 当觉醒力量的铁熊坐上王座时 恰恰暗合了人们对阿基拉的向往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导演的矛盾心理 阿基拉有着浓烈的反乌托邦色彩 却又流露出了对强权的莫名向往 5 铁熊的声音 故事的最后 铁熊的声音出现了 这里暗喻了人类的两种发展之路 今天代表的是第一条路 人类随着文明科学的发展 顺其自然地开拓疆土 直到最后接近宇宙 这个过程伴随着战争和黑暗 铁熊则代表了另一种可能 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个阶段 突然拥有了神的力量 触摸到了宇宙真理 从而建构了新的存在 阿基拉这里的设想 应该是借鉴了2001太空漫游 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没有办法 给阿基拉一个准确的归类 表面来看 这个故事并不复杂 甚至可以说非常简单 但其中蕴含的元素 却是如此之多 科幻 暴力 社会 政治 动作 恐怖 青春 似乎什么都掺杂了那么一点 如同东京五光十色的霓虹灯 除了大友克阳 包括侍郎正宗 安野秀明在内 他们都擅长以未来题材创作作品 阿基拉更是涉及泛神论 神秘主义 科技学说 存在主义等多样的思辨学说 这也使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深刻的多样性和延展性 让他在全世界备受好评 毫无疑问 大友克阳将自身精力 融入了创作之中 上世纪70年代 日本街头重置着暴走族和各类运动 这些问题被他在动画中 投射到了未来 在他创作阿基拉时 恰逢日本经济蒸蒸日上一片繁荣 甚至膨胀到要买下美国 在这种虚假的盛世之下 各种危机早已堆积 社会充满千奇百怪的现象 好似一副描绘社会风气的服饰会 每个人都是迷途者 他敏锐的眼睛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 那种掩盖在繁华之下的动荡 高层食味素餐 底层麻木不堪 果然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 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危机频发 未来的进行不可能是单行道 但我们总要选择其中一条道路 但没人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 而我们选择的结果 可能最终会演变成一场浩劫 事实也正是如此 互联网 核武器 克隆技术 人工智能 就像一柄又一柄达莫克里斯之剑 悬在我们的头上 人类追求强大的力量固然没错 但这其中蕴含的危险 却不能视而不见 阿米巴原虫拥有了人类的力量 没有人类的思维 他只会把附近的食物全吃光 同样 人类拥有了神的力量 但没有神的思维 最终只会走向毁灭 三十多年过去了 动画中的未来与现实不同却又相似 时至今日 再次观看这部跨时代的作品 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反思与震撼 看似悲观的大友克羊 就在结尾时流露出铁汉柔情 那穿透层层乌云的阳光将阴霾驱散 少年正骑着红色的机车驶向前方